你明智的俺只是个二房东啊 你老拖欠着房款不交 真的交俺很为难 搞买咯 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放心 我男朋友回来 我一定还你 没有啊 老朋友啊 你别个礼拜我暖的 你别个礼拜我暖的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那可是情比金金 爱比海参 大姐 你看你还不了解我这人吗 我信誉第一啊 你房款拖这么久了 你还信誉第一啊 坏咯 这次我保证 如果再不掉房钱 我就搬到你们家门口住去 大姐你看 你还真忍心让我给你跪下不成 你也乖咯 大姐 我站着人好 你还忍心看我给你跪下 乖咯 那我可真跪了 跪吧 我 我还有我管盖要拍 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来不及了 咱有什么事啊 快快快快 咱咱咱跑了吗 别走那么近 你还没说完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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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要学的干不关系讨厌 不要亲了 没呀 老板娘来来来来 收钱收钱收钱 你昨天还没钱呢 你现在就有了 怎么 有钱给还要问怎么来的 你的房租 这是下个月的餐费 哇 发责啊这个呀 这是狗费 从今以后啊 我也是混出个模样子的了 以后只要你每个月 都这样做就行了 就不用我们好像恶霸地主一样 天天催你交猪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的工作是稳定的 我的收入是丰厚的 我在报纸上开屁专栏了 哇 你你你把军兰了 哇哦 哇 那以后去看报纸 就给到你的文章 哇 这是大作家了 现在啊 你呀 就稳定了 那野魔咋办呢 安倍二世丑死了 他如果他男朋友 帮他交房租 他男朋友试试 什么什么 他有男朋友啊 哎呦 我的大牙都吓掉了 啊 他要是有男朋友的话 我的孩子都要打酱油了 啊 他他他没有男朋友啊 没有 那他的房租 这 我告诉你们 野魔我太了解了 他跟我是一样 光贵一条 搞了半天你也是姓光的 那当然了 大作家应该姓花财对我 嗯 哎 这话也对哦 这股才子多风流嘛 不过这个丑屁特的家 他懂得受不住我 哎 丑屁特是谁这么笨的 啊 老公啊 哎呀 不如呢 叫作家 抠高脚七 他有稿费嘛 叫他帮他交账 啊 啊 好吗 哎呀 哎呀 做些这样的事要折瘦的 要折瘦了你 哈哈 是啊 对啊 瘦得好就没钱了 那倒是 作家 嗯 我刚才想起来 嗯 其实我认识了那个丑屁特的 关键这个机会 你会不会把握就是了 嗯 我说你啊 犯了一个男人的痛病 嗯 就是疏忽了这个 身边的风景 什么意思啊 你直说 哎呀 那你都不明白 就是说呢 你有没有发觉 高脚七又多漂亮 性女 哈 根本有多性感的吗 哈 哈哈 看不错 但是这个性感 哎呀 哎呀 来来来来 一说性感两个字 你的眼孔开始放大 哈哈哈 哎呀 不要就大大了 哎呀 让我去追那个东北辣椒是吧 什么东北辣椒 你可以把它当成东北酸菜 是啊 酸酸甜甜 男人不都喜欢 最会儿 上整菜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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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高脚七呢 人又漂亮 身材又正 又会行猫步 又会搞推销 正所谓入得随房 又出得听堂 嗯 不要犹豫了 是啊 尽水流泰啊 先得欲 助你一臂之力 好吗 那我行不行啊 行啊 行啊 合不合适 合适呢 哈 好 嘿嘿 那我就 下定决心 排除本来 把模特搞倒数 灯下人眼火 凝血四漂泊 哎呀 别别别别 我真是瞎了眼 合适说得对呀 不追 白不追 白追谁不追 追了也白追 不追 是炒牢 你整天都是苦瓜煎蛋苦瓜汤 我就快吃成苦瓜脸了 啊 就是嘛 你说你天天弄一些 古鲁巴鸡的东西 你这个 别说人家娇娇小姐了 就是我那个大老爷们 我还是勉强能凑合地吃的 你到底是勉强还是喜欢呢 我反正不反对 如果你不想吃的话 你就给我了 头一回发现这么伟大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 英雄够美嘛 把这苦瓜全都给了 好 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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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胃口好吃呢 没吃啊 啊 很好吃的 好吃是吧 嗯 下次都给你啊 嗯 好 老板 老板 来来来来 我们喊吧 哇 什么戏啊 日剧 人家会骑而死 他到别人来查 你怎么这个样子 简直是冷血动物 你看看 多么感人啊 真是感天动地 太感人了 真是感人啊 哭了 这男的死不惨 都是编的 你编给我看看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免费给你编 是吧 你喜欢什么结局的 是喜剧呢 还是悲剧结局 你喜欢单相识呢 还是多角恋 或者是阴阳相割 磁情不断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 你要编 你猴猴编准 少点烦我 好 我编 我现在就去编 吓死人啊 大清早上处在这 跟木头装的似的 不早了 十点多了 十点怎么了 十点就在我门口啊 突破不轨啊你 不是 我给你写了一首诗 得了吧就你 你是我的女神 我这美人啊 少恶心我了你 你说的那都是些低档次的东西 我这一次是悲情诗啊 这是高档次的 我还没洗脸呢 你睁开眼睛就可以听的吗 是吧 这个好 我捏给你听啊 为了你 我已憔悴 也许眼里还寒着泪 喂喂喂 你听到了没有 贴这儿吧 我有空在看 你里是什么呀 你里是故事啊 这是我专门为你写的 干嘛 春心蒙动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啊 你不能拒绝爱情 哎呀 我大清早刚起床 我头昏脑胀的 你跟我提爱情这回事 我牙还没刷呢 作家 最近和野萌怎么样了 雷苏起色 他好像是看不上我 妈呀妈 哎 他会不会嫌弃我的个子太矮啊 啊 你个子是不高 但是你还有其他优势呢 对呀 董崔瑞个不高 关键能举炸药报 拿破仑个不高 他把欧洲征服了 像我孤家寡人一个 清清白白之身 受过高等教育 从事高雅的文学创作 我还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你说这样的人 有几个像我这样的 对 关键是你自己怎么想嘛 不过你们啊 也得给我创造点机会呀 怎么创作啊 比方说来吃饭 你们就说这得没味料 让他和我在一个位置上吗 哦 那么一瓦碗啊 喝水的时候你们就说没有杯子啦 啊 我们就可以共用一个杯子嘛 等等 没问题 咱修咬背后的排开 哎 那万一传染啥疾病怎么办呢 那不就更好了吗 啊 我可以借机下爱心啊 啊 啊 这么多的 啊 作家 出来啦 轻轻的 打开我从未开启的心门 嗯 顿时 让我那灰色的世界 变得五彩斑斓 啊 作家 嗯 你们太合适了这个美女梦得安 是啊 哼 也不拿镜子照着 哎 你可以拒绝我嘴皮子上的痴 但是 你不能拒绝我 内心的爱情 我的爱情 将会永远追随着你 我说你脑袋是不是缺根筋呢 啊 说不定我明天就去海南岛了 天涯海角 我的心 哦 不 我的全部身心 将永远追随着你 来人的话 千万信不得啊 嘿嘿 那又不能够 压着光 罚到成熟人的 哎 对对对对 像我这种男人 那是说一不二的 绝不退缩 得 你少在这给我玩执着啊 就你那点死沉乱达的把气啊 哼 我见多了 你呀 做梦吧 苹果皮 是经我爱人的手 投入我的怀抱 我心用存 太可怕 太恐怖了 什么事啊 被蜃龙追啊 哎差不多了 哎房东 你们得去管管那作家 嗯 那作家怎么了 他骚扰你啊 好 何止骚扰我 他骚扰一大片 对的 他喜欢你 哎 我可不欺骗啊 你们去听听 天天咱俩讲什么破诗 跟个唱似的 嗡嗡嗡嗡嗡嗡 叫什么 翻误 妈啦 你连来杀一名 你真 没想到这些人 我哪里有东西啊 我不管啊 你们得想办法把那唱的嘴 我堵住 要不然 我搬你家住去 哎 哎 我们总不能不让他说话吧 再说了 我要是把他的嘴堵上 那不就侵犯人权了 那你们就忍一下啊 看我被人家侵犯啊 不管我 说实话 作家份人不是那么衰 他挺好人的 他有什么好啊 要貌没貌 要钱没钱 要什么没什么 但是作家有财哦 有财就等于有钱哦 还有啊 他也会做家务 对女人有体贴 这样的男人呢 打个探照灯的男角啊 会做家务有什么用啊 我丢不起那人 你们要是 不敢走他 那你们就给我找个地儿 让我走 哎 哎 你这样啦 找个人呢 赶就算啦 对 好好好 哎 发疯了 我都会想 笑笑笑笑 笑不笑 不要笑了 我今天来啊 就让你们给我找个地儿 好啊 不是嘛 这么恨价啊 哎 那女大人当分了嘛 对 记得在个柚柴探天里放汽酒啊 我收你九八字 九八九八 好意图 你来分都可以来我们柚柴探天里放汽酒的 我收你九九字 长长九九 行 我呸 你骤我呢啊 我要有离婚 你得先找结婚对象嘛 我还没结劝我离什么人呢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你说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的男人才肯嫁啊 哈喽 哈喽 不高 我不看重钱 嗯 要有财 嗯 财才是防身之际 对对 像什么律师啊 工程师啊 建筑师啊 嗯 反正带个诗字就行了 那谁诗都带个诗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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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总跟我过不去啊 你明早不是这意思啊 那我咋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嗯 主要呢 就是要有学问 嗯 像什么科学家啊 金融家啊 艺术家啊 反正带个家就行了 哦 哦 那你们有没有带个家子的男性介绍啊 什么介绍啊 你喜欢她的那个就是作家来咯 哎呀 不行 除了作家 什么家都行 啊 是啊 是啊 我们呢就会用心帮你找的了 不过最重要呢 你按时交租就行了 哎呀 哎呀 大哥 哈喽你最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眼看着我啊 在那个水深火热里面 不管不问 那我这辈子 交给你了 啊 别 你别交给他 他已经交给我大嫂了 谢谢 你干嘛啊 靠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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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吻到老公了 走走走走 哎 这么快 什么人啊 农业科学家 我告诉你 现在最赚钱的就是这种人 是 本事再大你也得让我考虑考虑 啊 你还考虑啊 你贵更啊 我 你再考虑下去 你挂起来卖都没人买你啊 我多大啊我 再小你也二十七了吧 我二十七 我才二十一 啊 你才二十一岁啊 哎呀 二十一岁都不小的了 旅人老得很快的 一觉醒来就是含起他妈的了 去去去去去去 喂喂喂喂 我还没化妆 你怎么不能让我这样去见人家嘛 这样 你让他到这儿来见我啊 好 你让他在这里啊 嗯 你想出人命啊 怎么样 你点了个车架看见他 不把他下去才怪了 走走走走 哎 那那那那那我也拿过他 哎 哎 哎 干什么去啊 哎 哈哈 那谁这样子不要误会啊 对 我老婆 哎 叫我陪她去逛街 你知道了 男人最怕逛街的吗 哎 对对对 所以我在高妹 陪我老婆逛街 啊 嗯 没事 我我眼光彰 哎 哎 大哥 那大姐给我每 都没言几句啊 啊 我朋友见过你这样漂亮的女孩的啊 啊 在我们广东啊 没有的 哎哎哎 哎哎 啊 晓晓啊 你那女孩自己家怕吵的 怎么那么好看呢 哈哈 有梦啊 嗯 今天来了天啊 用你的美丽 去打动他的方心 用你的诚意 去消除他的犹豫 嘿嘿 那我是啥 哈哈 赵先生 哎呀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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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要吃一下洗手间 哈哈哈哈 什么事啊 你搞什么呀 搞什么呀 那九个牛屎 还看见看都不像科学家 什么不像啊 你看不到他看副眼镜 那我戴眼镜啦 我看副眼镜啦 你看他多好色 摸来摸去 哎 那戴眼镜的人都是不太好色 哎呀 那他是喉琴嘛 我看见女生 我是好含蓄的嘛 怎么会这样啊 死了 你总是有他 蓄伤你都不放过 哇 神经病 不好意思啊 怎么样两位 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有啊有啊有啊 我最喜欢和有学问的人打架了 好 哈哈 赵先生请问是研究什么的 猪啊 哎你怎么能说我是猪啊你啊 不不不不 哎呀 我没有说你是猪 呃我是说啊 我现在研究那个渣猪 跟野猪的杂招关系 嘿嘿嘿嘿 你说清楚点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这个科研成果一出来啊 我们的钱呢搭把大把的 有没手啊 哈哈哈 是吗 哎那野猪你们是跟哪儿买来的 哎哎啦 买不到的哦 我们的野猪啊 到山山那他们的株的 哎 你有没有兴趣啊 啊明天我带你去株野猪啊 哎哎呀 哎哎哎有好啊 出野猪很浪漫啦 哈哈哈哈 哇那很危险的哦 哎呀 有我在 那行 那就這樣了 那我們明天去捉就捉 好 神經病 天都黑齊了 那孤孤七還沒回來 老公 她會不會被人仙姦後殺 回來了 回來了 怎麼搞成這樣 回房間呢 回房間呢 是呀 我爸爸給甩了 明早說要這樣的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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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去他工作的地方嗎 不是 我們是先去他什麼研究所 那又是一個很高級的地方吧 是不是 高級 就是養豬廠 科學家怎麼會在養豬廠工作 不是 人家是那些什麼農業 畜牧業的科學家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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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 他就是那謊稱科學家的二溜子 辦人物人類來騙我 那之後怎麼樣 跟著怎麼樣 然後他帶我上山抓野豬 抓野豬來 你又是呀 女孩子之家和人五熟 就上山了 大叔 我不認識路 我還等著把我帶回來 哎呀 你又真是大膽了 你不怕人上山 不怕人就養了你 是呀 我這不是信任阿松大哥嗎 你死不死呀 你真是呀 那跟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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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不就這樣了 不是呀 媽 這野豬太狠了吧 把你撕成這樣 野豬沒撕我 人差就把我給你撕了 撕我 還沒啊 他們先帶我上山啊 不好往 明明就來了 明明說 要找什麼偷烈野豬的人 我們就拼命地逃 那今天我就這樣 衣服也破了 謝就掉了 你又不是坐著嘻嘻什麼 跑什麼 帶你死 你還敢說我活該 那是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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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吧 我覺得吧 你還是找一個 搞藝術的算吧 就算你的衣服似的再爛 他也把它弄成一個 藝術品嘛 對吧 紅毛啊 對了 我今後就要找藝術家 七星個 我們這次想要找你 這樣就要看 你會不會錯過